女孩单手下腰,身边的舞伴却不肯扶她,留下她一个人艰难的蹦跳,老实见状怒斥舞伴不配合,可男孩的一句话却让大家哄堂大笑。 出的汗你都是馊的,闻着跟从干尸桶里捞出来似的。 一旁的刘峰于心不忍,主动举手要担任女孩的舞伴,何小平眼里瞬间燃起了光芒,这不是刘峰第一次帮她了。 不久前,何小平被调到这里的文工团,还是刘峰来接的她,她知道何小平家里情况复杂,父亲老改,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干部。 为了让她有一个清白出身,刘峰在她的出身一篮写的革命干部,对此何小平很是感激。 刚来到文工团,分队长听说何小平是从北京来的,便邀请她在众人面前露一手,这原本是个融入集体的好机会。 可何小平因为太过紧张,再加上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没有热身,她旋转几步后便跌倒在地。 在文工团的第一次亮相就成了笑柄,而在一旁帮何小平拿衣服的好书纹,更是嗅到了一股难闻的酸臭味。 她和旁边的队友笑成一团,很显然这个小集体并不欢迎何小平。 好在另一个女孩穗子还算平易近人,她带何小平去领生活物品,但军装不巧没了库存,两个星期后才能拿到。 何小平有些失落,她原本打算拍个军装召集回家里,毕竟在那个年代,能进文工团已经是光宗要组。 回到宿舍,穗子向她介绍起室友,这是个私人寝室,除了穗子和何小平,还有高傲的干部子弟郝树文,肤白貌美的领唱鸣钉钉钉。 郝树文一见何小平,就嫌弃地叫穗子带她去洗澡。 何小平沉浸在喜悦中,丝毫没注意到郝树文的阴阳怪气,家里洗澡一次要一毛二,文工团的热水却不要钱。 何小平高兴地洗了一遍又一遍,回到宿舍,她暗暖不住心中的喜悦,想把好消息告诉父亲,自从母亲改嫁。 父亲出世之后,他们就很久没有见过,她想给父亲看看自己长大后的样子,却又不敢向室友们借军装。 于是第二天众人吃饭时,何小平偷偷拿走了铃钉钉挂在墙上的衣服,拍完照后又匆匆勿归原主,不想这一见,却给自己惹了个大麻烦。 女孩参军第一天就偷穿室友的军装,跑去照相馆拍照,只影响给多年不见的父亲寄信报喜。 拍完照何小平连忙物归原主,以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。 内想室友林丁丁在午饭时回了一趟宿舍,晚上又发现消失的军装回来了,林丁丁自知有端倪,便上前询问新来的何小平。 你刚才哪有军装了吗? 没有啊。 出于懦弱和害怕,何小平没敢承认,然而第二天,照相馆看他生得好看,便把拍的照片展示在橱窗里。 这一幕恰巧被室友好书闻看到,回到宿舍,室友们直接炸锅,他们四处翻找何小平的行李,将那张穿着军装的照片找了出来。 你穿我军装的照片?都摆橱窗里了,以为我们看不见的。 女孩们弃嘴巴舌的讨伐,将何小平推进了异类的深渊,望着寄给父亲的信件。 何小平委屈的泪水夺框而出,他将那张照片撕的粉碎,藏在了地板的夹缝里。 而从此以后,何小平在文工团的渡劫之路也开始,排练舞蹈时女生孤立他,男舞伴也不肯配合,还说他浑身臭汗,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 只有集体中的老好人刘峰肯做他的舞伴,经常留下来陪他一遍又一遍的练习。 对于刘峰的善良,何小平十分感激,自从小时候父亲出世,母亲改嫁,他就一直受着同学们的嘲笑与欺凌,早已习惯其他人的指指点点。 原以为进了文工团一切都会好,可还是躲不过被排挤的命运,为了不给自己长麻烦,何小平开始故意避开集体活动,经常一个人在教室练舞,这天他又一个人练功练到很晚,回宿舍十天空下起大雨,他只好顶着衬衫一路跑回宿舍,却被室友好书纹挡在了半路。 何小平又害怕又茫然,不知怎么得罪了众人,却不知有些偏见,是怎么躲也躲不过去的。 只因晾衣服时看到一件巨厚的海绵内衣,女孩们就开始推测谁是那个不要脸的人。 为了揪出队伍中的蛀虫,好书纹提议先将内衣留在原地,自己则在一旁偷偷监视,可直到深夜也无人来取这件内衣。 想取笑的对象迟迟不出现,女孩们便自己敲定了人选,只因何小平出身不好,之前还偷过灵丁丁的军装,就被他们认定是做出丑事的人。 于是晚上何小平刚回寝室,就被一群人堵在了走廊。 我们当兵的,敢做敢当,有种干,就要有种承认。 你还指望他承认,偷丁丁军装都不承认,撒谎精。 我没撒谎! 何小平的突然爆发没吓住他们,反而引得他们变本加厉,直接上手撕扯起来。 幸亏队长及时出现制止了这场闹剧,可何小平的创伤却没有人可以弥补。 对于一个不合群的人,你做什么都是错的。 时间慢慢来到了1976年,这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。 这一年,唐山大地震让许多人丧命,也有许多人被平反,得以和父母亲人团聚。 这其中就有是有罪子的父亲,收到消息的他高兴的不亦乐乎。 何小平在一旁听着,心里也泛起无限期待,他在想自己的父亲是不是也能有机会平反。 然而幸运者总是少数,何小平没能等来父亲的平反,却等来了一封遗书,他崩溃的大哭,文工团没人搭理他。 只有老好人刘峰上前默默陪着他。 不久前,刘峰在救灾时伤到了腰,转行到了五美队做杂工,常常给受欺负的何小平解围,给了他许多温暖。 因为救灾伤到腰,组织特意破格给他申请了军政大学的名额。 这对于文工团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可刘峰却一口回绝了名额,上级百思不得其解。 却不知道刘峰暗恋林丁丁很久了,他不愿意离开文工团,只想陪在心爱的女孩身边。 可就是这样一个质朴的男人,却没能得到别人的善待。